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有个目标追求 就是你活着的价值是什么 一定要有个目标 我的老师说人活着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活着呢 当你活着的时候 能够带给这个世界更美好 就是人生的目标 你活着你旁边有快乐 你有光明 你有温暖 你活着才有意义跟价值 所以你如果已经慢慢觉得自己 没有活下去的动力的时候 只有一个原因 你只有想你自己而已 你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你是一个很无知的人 我本来已经快活不下去 又有法师骂一骂 我根本不想活了 德里莎修女各位听过没有 她说啊 万恶的根源啊 是什么 自私 自私是万恶的根源 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好 这在佛法里面讲啊 所有痛苦的根源来自于 众过归于一啊 所有过失呢 归于一个 叫我爱止 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这是所有过失的根源 跟德里莎修女讲的是一样 虽然他们两个信的不一样 他信天主教的 可是跟佛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众恶的根源呢 在自私 一直想到你自己 所以呢 当你自己不知道干嘛的时候 你会发觉 我为什么要活着 或是以你自我为中心的时候 别人要绕着你活 以你当中心来围绕 当这个东西没有的时候呢 你就发觉 你没有活着的意义跟价值 可是如果你能挂出去 你去关心别人的苦乐 真正帮助别人 这事实上有很多很多 比你更痛苦的人 如果你愿意注意到他们 愿意付出你的一份心力 那我相信呢 你会有活下去的动力 或者说像我这么烂的人 真的能够帮助别人吗 告诉你 一只动物都可以帮助到别人 所以呢 你如果愿意的话呢 我建议你 学习一门啊 对你有用的知识 或是我们讲学问啊 之后呢 划出去 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甚至给别人一个微笑 一个举手之劳 你就慢慢会找到 活下去的动力啦 你说我以前有啊 有的是被人家否定等等等等的 那只是过程当中 遇到的挫折 也许是你不够善巧 遇到挫折不是退啊 遇到挫折应该是改善 怎么样下次更好啊 所以是你思路出的问题 所以我刚刚讲到学一本有用的知识 之后呢 让你的心打开 去帮助你周围的人 那么你就会找到活下去的一个动力 不要只想到自己 你自我为中心 还有呢 你要认识生命的真正的本质啊 它是无限相续的 人啊 不会一死百了了 人只会死了没完没了 你如果自杀死掉的话啦 我告诉你 你会比现在更苦 人在死的时候啊 它到哪里啊 佛教没有审判的概念 审判只有基督教听众教有审判概念 佛教没有审判的概念 佛教只有你自己审判你自己 你自己奖励你自己 自己造自己受而已 这才是佛教真的的概念 所以一个人造善的话呢 未来就会快乐 一个人造恶的话 未来就会痛苦 所以你下辈子去哪里呢 不是有人审判你 你自己决定的 这辈子怎么做 下辈子怎么去 好 在决定的这个 优先顺序来讲的话 第一个 比较重的那个叶会先赶 第二个呢 如果重的叶都差不多的话 靠近你临终的那个叶会再赶 如果靠近临终的叶好几个的话呢 看你平常哪个比较熟悉的叶在赶 那一般来讲 一个自杀的人呢 他靠近临终的叶是好还是不好 原本自杀是哇 哇快乐 哇细细算了 有这样子吗 还是呢 他过了痛苦 要么对别人仇视 要么对自己的否定 在忧郁当中 在痛苦当中自杀 这是烦恼 这个会堕落的 好 堕落下去时间是非常漫长的 你可能当个动物 当个恶鬼 当个地狱啊 没有一死百了这么一件事情 真的是没完没了 所以你当你认识生命的真相的时候 眼前痛苦 以及你未来痛苦 一点点而已啦 你真的不敢死 不敢用这种方式死 知道吧 所以 也是刚刚回到第一个问题 我们对事情真相 认知不清楚 刚刚学生死学 那个是不是这样子是吧 是不是 死了是不是没完没了 对 你看 他站在跟我这边的 现在也不得不站在我这边了 所以我觉得你 认识生命的真相 你不能为你自己而活 生命真相 等死了 不是结束了 只是生命的延续 这两点 如果你掌握住的话 我相信 你一定有活下去的动力